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各位上知识 妙法联法经 七卷二十八平啊 前面已经讲 讲完了二十四平 现在就是已经在第七卷 第七卷开头的妙音频上次讲过 现在要讲第二十五平 就是观世音菩萨普门屏 这个屏幕啊 妙法莲华经 五个字是全经的总题 观世音菩萨普门屏 这是这一平的屏幕 而因为全经二十八平当中 这是第二十五平 所以普门屏下面有第二十五的字样 呃 现在先简单的说明 这个经题的总一 呃 这个总题叫做妙法莲华经 就是因为这一品经都有别形流通啊 上面冠一总题 才知道这个普门屏是从哪里来的啊 妙法莲华经的总题啊 妙法是法 莲华是比喻 法 是指这部经所说的道理 妙是赞词 啊 赞叹这部经所说的法 自为为妙 所以称为妙法 呃 提从明边 所以先妙赐法 呃 解从异边 应当先讲法 后说妙 例如说这个人是个好人 必定有个人存在 那么才能说这个人的好处在哪里 呃 必定先有这部经的内容的法 才能说明他的法的妙处在哪里 所以称妙法 法 单一个字的解释啊 法者归此于 鬼是轨道 好像火车的轨道啊 那跟着这个两条天路的轨道走 才不会有问题 才能到目的地 那么这个法 任何一法他都能够归此啊 就是归生物解 认词自信啊 呃 例如任何一法 他能够使你了解这是什么东西 而他自己的本体的性质 不会有所千变 所以叫做认词自信 呃 这是通图说的那个法的意义 指的万事万物 现在这里所说的法 是指经里面所说的实相之法 所以这个法的意义 如果要简单说 不出三种法 就是华言经所说的 心佛 即众生 是三无差别 这个法 所讲的道理 不出心法 佛法 众生法 简单说 这三种法 可以包含一切万法 详细说 三千法 什么叫做三千法 经里面所说的 十法界 十如是 全 十 基本 诸法 啊 每一个法界里面各有具足十法界 十十成百 就有一百个法界 每一个法界都有十种儒师 方便平开头所说的 儒师 相信 体力作 因缘 果报 本末究竟等 啊 那么这十种儒师 每一个法界里面都有十个儒师 那么十个法界里面各个都有十法界 那么就是一百个法界 一百个法界里面就有一千个儒师 这一千个百界千儒当中 呃 五蕴一千 众生一千 这是正报的假明一十法 一报的国土一千 所以成为三千法 这详细说 不出这个三千诸法 简单说 心佛众生三种法 呃 开头讲的时候 曾把这个十戒十如千世诸法 曾说过了 现在这里只简单约 心 佛 众生 三法 来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这心佛众生三法呀 即一 即一 即三 言三 即一 所以心法 里面就包含佛法与众生法 因为 离开心 离开众生 没有佛法可得 即一 即一 性法 古 呢 一切 中山间有 人间有心 一些中山都有心 那么就 包含心法了 凡有心者皆可做佛 就包含佛法 所以徽宰相徽修说 正心律去菩提 为人道为能儿 那么真正能够去向无上菩提 而修学佛法的十法界中 四圣法界不说 六凡法界里面 只有人道众生 最能正实心律去向于无上菩提 而修行成佛 才能够得到救济目标 所以只有人道才是真正能够修学佛法 而得写脱的 所以真正行菩萨道的人不求生天 宁可在人道里修学佛法 所以举一众三法 也就包含心法与佛法了 最主要的就是月心法来说明 这个心既然是包含佛法与众三法 为什么单约心法说呀 因为佛法太高 佛法太高 我们还没成佛 说佛 我们还没办法体会 佛法太高 众三法呢 众三法太广 因为众三法太广啊 包罗万象 也没有办法一一举出说过清楚 所以也不能约众三法说 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约心法说 人人有心 而这个心啊 非常之妙 怎么妙呀 若言其有吗 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人人有心啊 哪个没有心 假如没有心的就不会坐在这听经 你们大家有心吗 当然都是有心 如果没有心 他能坐在这听经吗 所以人人有心 可是你的心长在哪里呀 是青黄痴白吗 长短黄缘吗 都不是 因为他是无形无相 如果说他是有吗 视而不见 眼睛看 看不到 你的心长在哪里呀 不是指令胸腔指令那个那个不跳不跳的那个心 那是肉团心 那个不起作用的 如果这个肉团心会起作用的话 人死掉了 肉团还在 那个心还在 为什么他叫做死啊 所以可见啊 这个肉团心是不起作用的 真正能作用的心 他是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用耳朵听吗 听不到 心是什么样的声音啊 听不到 他也不是用声音可以表达的 所以说有 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没有吗 说无 可是他有灵灵不昧呀 作用自在 那么他能 举止动进行 助作 无 无 无事不动 无事不作 他什么都能做 他这个心一动啊 也能成佛 也能下地狱 所以古的 解释这个心字 我们中文的这个 方块 方块字的心字啊 他说 三点如心像 横勾 四月斜 呃 呃 呃 屁毛从此的 作福也由他 这指这个心 呃 屁毛大叫做 主生 也是这个心 呃 成佛 也是他 也是这个心 呃 这个心 他的作用太大了 便以始发戒 无竹不编 那么因此自股 你说他没有吗 呃 他作用自在啊 无处 不由 那么因此之故啊 那么这个心法 妙的没有办法用言词来表达 妙者不可思议 智泽大师解释这个妙法廉法的这个妙字 妙者不可思议 因为这个心 你用心去想 想不出他的所以然来 不可思 用言词 言词没有办法表达 所以不可以心思 不可以口译 这是心的妙用 所以叫做妙法 这个心的妙 那么既然是 这么样的唯妙 指的什么东西呢 这一部经里面所讲的诸法实相 就是显示这个 真如自信真心的妙题的这个妙用 那么因此之故啊 这个所有一切法 总不出这一心法 所以佛说一切法 不出一只 这个一个心 离开这个心法 无法口说了 所以释迦牟尼佛说了四十九年 也不出发挥这个真心的道理 那么因此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 经里面所说的就是显示 人人都有心 人人可称佛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而有佛性的都能称佛 这个究竟真意啊 是一直到法法经 才完全表露出来的 所以妙者 这个就是指的我们人人本就的心 就是三法里面 心法妙 佛法也妙 众生法也妙 无法不妙 所以叫做妙法 三天法不必说 那么这一部经里面所说的道理啊 它不出全十级本四个字 前十四评 爱乐行评之前十四评 是说的全十的法 说开权显实 一直到废权历实 这些道理直说比较难解 所以借莲花呀 来加以说明 法是本经的 本义是正义 但是这个妙法难解呀 借这个比喻来说明 所以比喻品里面说 诸有自责与比喻的解 有智慧的人靠比喻呀 才能了解经里面的道理的 所以妙法难解 借莲花来做比喻 使你了解妙法的道理 那么世间的花很多 花就是花 佛经里面的花 往往就是指的那个花果的花 现在这个莲花就是莲花 这个莲花 为什么拿莲花来做比方 而世间的花很多 为什么偏用莲花呀 莲花它有两种特殊的意义啊 无其他的花所没有 第一 第一莲花 出雾泥而不染 你看这个莲花长在什么地方啊 雾泥池里 它这个是水池里面的泥巴是很脏的 芋泥 那么莲花都是长在这个烂泥巴里面长出来 那么飘在水面上的这个莲花呀 一尘不染 不会被这个下面的这个烂泥巴的烂泥所染污 因为它注于你而不被染污 这就是指众生的心啊 虽在六番法界里面轮回流转啊 而众生的心体的真心理心啊 不被它所染污 这就是所谓不变而能随缘啊 众生心有这种的妙用 那么只是你在迷不绝而已了 那么因为它能注这个玉泥而不染 可以比方众生心在众生的烦恼中啊 不被烦恼手染手抓 所以借莲花来作笔 这是第一种意义 第二 莲花是花果同时 其他的花往往都是先开花后借果 可是莲花呀 花雷一出来的时候 这个发瓣啊 还没开啊 里面那个莲包就有莲子了 所以因为莲花花果同时 跟其他的任何花不一样 那么这就可以说明佛法里面的 应该果海果测因缘 因果同时的道理 所以因即果而果之因 因果不二 这个道理可以借莲花的花果同时啊 来表现啊 所以借莲花为比喻 这是第二种意义 因此莲花到接莲子成熟啊 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 未莲固有花 第二 花开 所以莲先 第三 花落莲成 有这么三个阶段 未莲固花 花开莲先 花落莲成 那么这三个阶段正好比法法经的全时二门的道理 跟基本两类的道理 就可以比全时基本 啊 这个四个字的道理 那么先拿来比这个全时啊 啊 例如 未莲固有花 佛出现世间 就是未时而逝权 未了要说一时这样的真理 所以是三圣五圣的全巧方便之法 没有说法法经之前四十一年所说的都是全巧方便 但是这些全巧方便的目标啊就是未了法法经的一时 未时是全 那么就是好像莲花呀 未莲固花 嗯 那么到了法法会上开全显实就好像莲花花开莲先 莲花一开莲子在莲缝里面就可以看到莲也现出来了 所以就比方啊 开全时就显现出来 法法经里面说 我有一圣法 无二一无三 嗯 那么这就显示在法法会上的一圣十项之法显现出来之后啊 把过去的方便啊都莲归一时 啊 那么这是呃花开莲先 就是呃 全 法 呃 全就是完全是方便 那么这个方便就是 到了啊 这个呃 法法会上啊 就是开全显实了 呃 全法开开显实一时 呃 就是这个叫做为时事权开全显实 就是呃 未莲固花花开莲先的两个阶段的意义 最后莲花花落莲成 等到这个花瓣露下来了 莲子也就整个成熟了 花花花落莲成 就是笔法法会上 废权立实 会三归一 呃 就是经里面啊 呃 我有一圣 呃 二三都是方便 目标就在一圣 呃 呃 呃 这既然是我有一圣法 无二无三 那么就是整个一圣的十法呀 完全表露出来了 好像这个花落而莲成了 那么莲花的三个阶段就比这个 这个进门的开权显实 又可以比本门的开记显本 呃 以后啊 呃 从本垂记 从根本就近老早就成佛以后 呃 多生多世多劫 在这个十方世界四线四级 呃 八项成道 做度化众生四约 那么这一生 也就是从本垂记 好像未莲过花 呃 到了法法会上 说是寿亮平 从地涌出以后 说寿亮平 就就是呃 这个呃 已经显示这个本的九远成佛的成点 这点成佛的意义啊 呃 就是呃 本已经显现出来了 这也就是为了这个要显本啊 所以这个四线的四级 呃 目标就是为了现在要显这个究竟一时 呃 九远接前成佛呃 呃 而释迦牟尼佛九远接前就成佛了 这个话在过去四十一年都没说过 到了呃 法法会上 到了寿亮平 才说呃 九远接前 成点接前 就已经成佛了 这就好像啊 啊 花开连线 呃 在进门里面呢 显出九远成佛的根本来 呃 那么最后会呃 呃 飞机立本 就是花落连成啊 人人知道佛九远就成佛了 这一次不过是一种四线而已 所以把过去九远的成佛的根本显现出来之后 现在的四线四级就作非了啊 啊 所以叫做飞机立本啊 啊 那么有这三个阶段的意义 可以借莲花来做比方 所以以莲花为余 因此叫做妙法莲花 这是一部经的别名啊 啊 经之一之啊 就是通啊 通提通于诸经国 所有的经都叫做经 印度化修多罗 翻成中国化叫做经 啊 呃 认真的解释 上面还加一个气字 气和的气啊 这佛经 上气诸佛之礼 下气众生之机 所以叫做气经 呃 简单说 经者 经也 就是修行的路径 呃 按照佛经里面所说的修行的路径 那你如法去修行 就可以一直到究竟成佛 所以呃 这个经文呢 就是指导我们修行的方法 呃 不是单是读诵而已 读诵的用意啊 就是要希望能够成就佛经里面 所说的修行方法的法门 呃 由此修行成就 所以经就指导我们修行的方法 呃 断烦恼 了生死 成佛道 都靠佛经的指导 才能够成就了 这就是妙法廉法经的 这个 呃 总题的简易 这一幕经 呃 这一幕经文化的地位啊 那么天台一宗就是由法法经为他的根本而成就的 那么呃 法法经因为七卷二十八瓶有六万九千多字将近七万字 呃 实际上再加上普门瓶的居松啊已经超出七万字 那么这么大部经能够这么普遍流通 在所有的教典里面啊 很少有的 呃 那么尤其在这个呃 一部法法经里面的普门瓶 流通更广了 所以有普门瓶的别形流通 啊 一般就把这一这一品经啊拿来当做每天修持的功课也是相当多的 呃 那么因此这一品经为什么会担心流通啊 也有它的原因的 下面要讲那个品题之前呢 先说明呃 这个观世音菩萨普门瓶担心流通的这个原因 姚秦时代就穆罗斯三藏法师翻译这一部经的时间 是在姚秦红尺八年啊 呃 呃 西纪的四零六年 西纪四零六年 呃 旧穆罗斯三藏把这一部经翻译出来之后啊 当时就很普遍的流通了 前面虽然有呃 西锦时代的主法复三藏的正法法经的翻译 可是因为它的文字比较坚实难以流通啊 读诵的人还不多啊 一直到第二次翻译由姚摩洛斯三藏翻译出来之后啊 流通就非常之广了 所以到了隋朝智泽大师 呃 就是依法法经啊 建立他的五十八教的天台教义 可是这一部这一部这部经翻译出来之后读诵的人很多啊 这单单一瓶浦门瓶流通的原因是在西纪四百呃三十多年啊 大概西纪的四二零到四三零的中间啊 原因是这样的啊 呃在东京时代 北方啊 变成五福十六国啊 呃正统的汉民族的国家 只有南方啊 呃叫做呃南北朝了啊 呃就是后来成为南朝 可是在南朝之前的东京呢也是偏岸南方啊 呃那么因此北方就是五福十六国 五福十六国当中最后一国啊 就是北梁 北梁啊 现在的甘肃啊 西边的那个北梁 呃北梁时代的北梁王啊 就是祖聚蒙顺 祖聚蒙顺 呃他是外祖 族人啊 本来是匈奴族啊 他在占了这个北梁 起初叫做 何西王 后来称为北梁王 在历史上就称他叫做北梁啊 这个祖聚蒙顺呢 他也信佛 不过 呃当然他信佛有他的用意了 别的不必说 那么 呃当时他最崇拜的一位印度来的法师啊 谭吴谭吴谭吴谭三藏法师啊 就是翻译地词啊 菩萨地词经啊 翻译菩萨界本经的啊 啊那么这一位法师啊 啊还翻译这个大呃大涅槃经的啊 啊 涅槃经就是由这个谭吴谭法师翻译 那么当时他来北梁啊 起初他并不打算翻译佛经啊 啊 不过他因为是受持涅槃经啊 带由涅槃经的钱分到中国来 那么他到北梁的时候啊 北梁王走去蒙训 生病了 病很严重 呃 呃 头痛欲裂 呃 很很辛苦 世间的药啊 治疗不好 没有办法 呃 那么他正在痛苦的时候啊 那么这个谭吴谭三藏法师来看他啊 就劝他吧 呃 大王啊 您可能是个液障病吧 你这个病啊 世间医药没办法治疗 我告诉你 有一个方法 他是有什么方法 你赶快告诉我吧 你赶快修持观世音菩萨的法明 读诵观音经 这是哪一部经是观音经 我不知道啊 我跟你说 就是法法经里面的普门评 呃 你赶快读诵法法经普门评啊 我看你的病就会好的 因此他马上叫人把这个法法经里面的普门评抄出来 昼夜读诵 不断的读诵 读诵过了几天啊 这个所有的病苦若失 突然之间都好了 病通通好了 这么一来 这个读诵普门评把病治好了 尤其是当时北洋王 他是在那个地方是一国之主了 那么由此这个原因啊 就把这一本普门评啊 普遍流通出去了 哦 大家听到这个念普门评并都念好了 那当然就弘扬很广了 所以当时啊 这个普门评不叫普门评的 就叫做观音经 观音经 啊 由此这个普门评普遍流通出去 就是一般都称为观音经 所以平常念观音经 那个时候念观音经 就是念的普门评 啊 所以到了水草啊 智泽大师除掉讲法法经 全部的法法经之外 普门评 他有单行的注解 解释观世音菩萨 普门评的题目的 叫做观音旋评 观音旋评 啊 就是观世音菩萨 普门评这个品目的 这个旋评用五重旋评啊 来加以说明啊 那么就有两卷之多 两卷啊 可见这个观世音菩萨 普门评这几个字里面 嗯 到底有多少呢 啊 呃 解释普门评的经文的 叫做观音义书 观音义书 啊 那么智泽大师当时有这个观音旋评 观音义书流通出来 所以有些人不知道 什么叫做观音旋评 观音义书啊 实际上啊 就是普门评 就是普门评的注解 到了宋朝啊 四名自立尊者 法治大师 他把这个观音旋评加注解 叫做观音旋评 把这个观音义书加注解 叫做观音义书记 啊 那么都成为四卷四卷 啊 呃 都有流通 啊 那么这一部书 我有木刻本子 啊 很早就借给台南 沾然士 去把它运行流通了 所以现在台南沾然士印的 啊 观音旋评 啊 观音义书记 啊 起初他是只印出这个艺术 他有艺术没有旋评 印出艺术记 可是我一看 啊 怎么只有艺术记 而没有旋评啊 啊 那么我跟他说 我这里有旋评记 就把这个旋评记 也把它印出来 成为全套的 观音旋评记 观音这个艺术记 是完整的 智泽大师的 这个 啊 普门评的注解 跟这个 法治大师的 这个解释 啊 那么都现在都有 这个运行 是 他们是运送的了 啊 可能数量也不多 现在也许还有 那么这个普门评 能够单行流通 最早的起因 就是在 西纪大概是 420年 420年到423年的中间 因为主剧 蒙勋呢 是到了433年 西纪的433年 他就污符了 啊 他就死掉了 啊 那么所以 他接受 呃 这个 呃 谭吾谦法师的教导 呃 受持普门评 大概就在 这个420到433年 的中间 他在位32年 32年呢 因为 这个 谭吾谦来的时间 大概是 他 这个 登位以后 好久的一段时间 也许是在 420左右 所以 因此之故啊 这个普门评 单行流通 是从这个 呃 祖剧蒙生 因为 独送普门评 治疗 他的呃 这个 很难治疗的 病而治好了 由此 普遍流通 出来 这是 观世音菩萨 普门评 单行流通 的缘由 在这个 智泽大师的 呃 观音悬议 里面呢 有说明的 不但是 观音悬议 里面有所 有所说明 就是这个 世界史书 里面也有的 历史的书 呃 知智通鉴 里面 呃 知智通鉴 里面就有记载 有记载 这个谭吾谦 法师啊 呃 这个 到了这个 北梁王那边 呃 还以咒为他治病 呃 他说是咒为他治病 实际上就是叫他持 普门评 呃 受此观音金的 呃 那么由此可见 这是完全是事实 连这个世间 呃 国家的这个 历史的书啊 都有记载 呃 可见他 这个呃 单行流通的普门评 呃 由此而来 这是完全是千真万绝 而且 法法经翻译出来 没有多久 406年翻译出来 大概是420年到423年的中间就单行流通了 可见这批普门评流通也有已经超过1600年以上了 呃 是通明了 呃 凡是行菩萨道的通通叫做菩萨 印度化菩萨是简称 应当叫做菩提萨多 心经里面的菩提萨多就是印度化的原来的这个呃 这个声音啊 翻译中国话 旧意叫做大道心成就众生 心意叫做绝有情 菩提萨多就是觉 呃 萨多就是有情啊 那个是菩萨 那个觉是菩萨 以自觉 觉是明 呃 以自觉 而觉他 呃 菩萨自己觉悟之后教导众生觉悟 呃 那么有情是指众生 这是利他 约利他讲 约自他两利讲 觉 指佛 上求佛果的大觉 有情指一切众生 下化一切众生 下化一切友情 菩萨 上求佛道 以求自己觉悟 呃 下化众生 以死定一切众生觉悟 呃 所以这是约自他两利讲 呃 凡是行菩萨道 修六度万恨 发菩提心行菩萨道 有大悲心 都叫做菩萨 菩萨的阶位很多 总和起来 有阴地的菩萨 有果地的菩萨 阴地的菩萨 从出发菩提心 经过实性 实住 实行 十回向 实地 等觉 这五十一位的 皆位的菩萨 那么 有出发性修行 呃 自行化他 一直到断烦恼 呃 这个破无名 正法身 到究竟成佛之前 等觉 觉是佛 以佛 已经将近相等了 好像十四夜的月亮 呃 那跟十五夜的月亮 已经要差不多了 十五夜比佛的妙觉 十四夜比菩萨的等觉 这是阴地菩萨最高的境界 就到妙觉 呃 到等觉 就好像现在的米勒菩萨 将来成佛 现在是一身补助 就等觉菩萨 这是阴地菩萨 还没有成佛的 也有 也有 已经成佛 呃 导假 此行 做度化众生事业 呃 为了度众生方便 而实现的 那是果地的菩萨 呃 那关西木萨 就是果地上的菩萨 呃 那么他自己已经成佛 所以大悲心 陀罗女经里面说 呃 关西木萨 过去成佛 就是正法名如来 现在实现为 关西木萨 在西方基督世界 帮助 阿弥陀佛的教化 呃 里面说这个关西木萨 与大师智菩萨 都是苏摩世界的 众生修行成就的 所以苏摩世界 特别有缘 呃 那么 关西音是菩萨的别名了 这位菩萨的别名 观 是观叉 呃 也就是所谓 能观之志 呃 能修观的 智慧的功庸啊 那就叫做观 呃 这个观 不念观 念观 观就是观照 呃 那么 呃 就是能观之志 呃 观察一切诸法 知道他 当体即空 呃 所谓 《心经》里面所说的 呃 照见五蕴皆空 那个照见 那个照 就是观 呃 能观之志 去照 照见一切诸法 当体即空的道理 五蕴之法 没有不空的 那么这个观 就是能观之志 呃 是应 使所观之净 所观的境界 所观的境界是什么呢 就识法界的众生的根基 识法界的众生的根基 啊 呃 佛法界他已经成佛了 呃 那么当然 呃 不必说 那么菩萨以下 呃 都是菩萨 都是观世音菩萨首度的 这个众生的根基 呃 所以 比他下位的菩萨 等觉以下的菩萨 都可以接受这个观世音菩萨的 这个教导的 所以 这个十法界 除掉佛之外 都是菩萨所灌的 度化的根基 当然 六凡法界的苦恼众生 更是菩萨所要度化的境界了 所以 这个观世音啊 就是 呃 尽 至双极 啊 世音 是世间众生的苦恼因生 啊 这个道理在后边经文有说 啊 那么 这个吴静音菩萨一开头就问 呃 观世音菩萨为什么 他的名字会叫做观世音 那边就有解释了 啊 那么 呃 由这个 能贯之志 以所贯之境 两种同时并局 啊 呃 那么感应何标 呃 呃 这个 众生为能感 菩萨为能应 呃 呃 那么 因此之孤啊 他的名字叫做观世音 最早的翻译啊 旧音啊 也有翻译 光世音的 光 光明的光 那个光啊 就是指这个智慧光明能照的作用 呃 所以早期的翻译 有翻观世音 不是他翻译 光世音 光明的光 旧摩洛斯以后 就完全把它翻译 观世音了 观世音了 不是光啊 后来就是 一次翻译 观世音 旧一家 统统翻译 观世音 到了唐朝啊 从这个 弦壮三藏 开始啊 又改了 啊 世音不叫世音了 叫做自在 观自在 菩萨 所以心经里面的观自在啊 就是 呃 玄壮三藏 所翻译的 啊 他把观世音 菩萨都翻作 观自 观自在 菩萨 他为什么翻作 观自在呢 据说 据说按照 翻译的这个名字啊 也有 世音的意义 也有自在的意义 啊 那么 按照 清凉果世的解释 他说 应当要叫做 观世音 自在 菩萨 这样子 才 按照这个 翻译的 这个原来的名字啊 才算是 呃 圆满 应当叫做 观世音 自在菩萨 呃 那么 这样看起来 观世音 是约他 化他 观察众生 苦恼 音声方面说 观自在 是约他 修行 自己的到 圆通 自在方面说 啊 所以 如果说 观世音 自在 那就是 同时 具足了 啊 自他两立的道理 都包含在里面了 呃 不过 我想啊 当时 唐朝 尤其 贤壮 三藏 是在这个 呃 真观年间 呃 他翻译 这个 呃 这个经文啊 如果是 观世音 菩萨的 那个 世字啊 在当时 纵然翻 观世音啊 也不用 世字 只用 观音 所以在 那个时候 都叫做 观音菩萨 不用 世 为什么 这个 要独立 实在 应当都知道了 呃 真观年间 唐太宗 唐太宗 叫做什么 名字啊 李世民啊 唐太宗 叫做李世民 而 帝制时代 很奇怪了 老百姓的名字啊 不能压到 皇帝的名字了 假如你跟皇帝 同一个字啊 必定要改 会改不可的 那老百姓 当然改了 那连菩萨 也都改得起了 好奇 嗯 呃 观世音菩萨 不能叫做观世音啊 因为跟李世民 同一个世字啊 啊 那么 因此 因此要 呃 不要 重叠到 这个 皇帝的名字啊 所以 观世音菩萨 大慈大悲啊 只好把这个世字 让开了 把世 让开了 让开 是李世民啊 只称 观音菩萨 呃 观音菩萨 所以我们现在念四字 也是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不用试啊 不用试 这个 在唐朝李世民 那个时代 是因为 要让给这个皇帝啊 哦 皇帝最大了 哦 让给皇帝 所以就叫做观音菩萨 不叫做观世音啊 那么如果他有翻作 观世音的话 不方便呢 那就翻作观世音吧 翻作观世音 这就好啊 里面没有试 就不会重叠到 皇帝的名字 呃 这是 呃 弦壮三丈的智慧 哦 了不起 那么到了宋朝啊 这个 当然是 观世音都恢复了 呃 都称观世音菩萨 呃 所以在这个唐朝的时代 呃 呃 到了这个 真元年间啊 已经是唐德宗了 李世民老早过去了 所以清凉果施在 呃 这个 呃 华严经 《诗诗华严经》书里面 解释这个 观自在菩萨啊 他就说 如果要完整的话 应当叫做 观世音自在 因为李世民已经过去了 那个世子不妨搬出来了 啊 所以可以叫做 观世音自在菩萨啊 呃 那这是他的这个名字啊 名字 实际上 更名的原因啊 按照 《愣言经》里面说 《愣言经》哈 大佛丁 《诗诗华严经》里面 他的这个 《尔根源通》的文字里面说 观世音菩萨 他自己说 他九远之前呢 最初清净的佛 叫做 《观世音菩》 《观世音菩》 呃 因为他修的 得到 《尔根源通》啊 呃 得到《尔根源通》啊 那么 因此 佛就给他取过名字 就叫做 《观世音菩萨》 佛很慈悲的 他愿意把他的名字 给 给他的弟子啊 呃 他自己叫做 《观世音菩》 可是 他把他的名字 那你就叫做 《观世音菩》 呃 《观世音菩萨》 呃 呃 我们中国人 有很特殊的情况呢 呃 后辈的人 不能重叠到 上辈的人的名字的 呃 可是 佛法里面 就没有这个占据了 无所谓了 所以佛呀 他把他的名字 给他的弟子 给菩萨 所以 因此 《观世音菩萨》 的名的原因啊 实际上 按照《楞眼经》里面 所说 就是 他的老师 呃 当时他所亲近的佛 呃 呃 《观世音菩》 给他取的名字 叫做《观世音菩萨》 从那个地方 就定下这个名字来的 呃 说 这个 《观世音菩萨》 老早就成佛 这是在《大悲经》 《大悲心陀罗女经》里面说 呃 说《观世音菩萨》 在九远街前 已经成佛 叫做正法名如来 呃 呃 另外 在《悲华经》里面 又说 《悲华经》啊 《悲华经》里面说 在宝藏佛的时候啊 呃 这个 《观世音菩萨》 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名字啊 不但是《愣眼睛》里面说 《悲华经》 也有说明这个原因 那么就是宝藏佛 替他取的名字 叫做《观世音》啊 那么 这是《观世音菩萨》 呃 《观世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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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阿辉 你看 这里竟然有一窝小老鼠 哦 是啊 这些小家伙好像刚生出来没多久的样子 真是可恶 老鼠竟然在我们家里生小孩 阿辉 你赶快把它们拿到外面去丢了 我想 丢掉它们也太可惜了 我们家的小猫花花不是也刚生小猫吗 它现在正是需要补充营养的时候 不如将这些小老鼠当点心喂它吧 嗯 这个主意不错 这些小老鼠就当我们家花花的月子餐吧 这只可恶的母老鼠 一定是趁我们花花生产的这段时间 没办法捕捉它才溜进家里的 这样也好 它给花花提供了不错的营养品 就是嘛 有花花在家里 哪里还有老鼠敢跑来找死啊 我现在就给花花花送大餐去 花花是阿辉家养的一只猫 也是出了名的捕鼠能手 不止是阿辉家的老鼠 甚至连邻居家的老鼠 它都能抓得一干二净 花花 我给你送好吃的来了 那几只小老鼠应该已经进了花花的肚子吧 当然了 花花是绝不会让老鼠留在自己身边的 天哪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真是很难想象的画面 花花竟然在给这几只小老鼠喂奶 这怎么可能啊 我想这是因为花花刚刚做了妈妈 现在的她可能是母爱泛滥 见到刚出生的小老鼠不忍下杀手 或许吧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就连老鼠的天敌都不忍伤害这几只刚出生的小生命 我们怎么能肆意伤害它们的性命呢 我看这几只小老鼠的命运就交给花花好了 嗯 也只能这样了 阿辉 你看 这些小猫竟然和那些小老鼠成为了朋友 应该是成为了兄弟姐妹 别忘了它们可是义奶同母啊 真是不可思议 老鼠竟然和猫成为了朋友 阿辉 阿辉 你快看 有只猫跑来我们家里了 阿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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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哎呀 它也是有名的补术高手啊 它不会是想吃掉这几只小老鼠吧 阿 阿辉 那该怎么办啊 等一下 先看看花花会怎么做 啊 花花可真勇敢啊 为了这些小老鼠 它真的是拼了命啊 是啊 看来它已经将这些小老鼠当成自己的孩子了 它不会允许任何人伤害它们的 花花可真是一名勇敢的妈妈 是啊 它的爱竟然超越了物种 或许这就是母亲的天性吧 阿辉家的猫有四只老鼠孩子的事情 很快便传开了 成为了远近迟迷的奇闻异事 阿辉 你说的是真的吗 你家的猫竟然和老鼠生活在一起 是啊 阿辉 你们家的花花我知道 那可是捕老鼠的好手 和它在一起的老鼠怎么可能平安无事呢 对啊 我打从出生以来没有听过这么新鲜的事情 老鼠 老鼠和猫可以一起生活的 怎么 你们不信啊 它们就在屋子里 你们可以去看看 对啊 去看看 这样的场景啊 我们还从来没见过呢 走 你们跟我去看看吧 呀 阿辉 你看 你们家的花花在抓这些老鼠呢 天哪 它们会被吃掉的 阿辉啊 你快过去阻止它一下 不然猫真的会吃掉老鼠的呀 没关系的 花花这是在跟它们玩呢 啊 在玩 你们看 花花是不会欺负自己养大的这四只小老鼠的 哇塞 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是啊 过去我听说狼的幼儿被羊喂养大后 是不会伤害喂养自己的那只羊的 我原以为这只是个故事 没想到世上真有这样的事情 对啊 真是太神奇了 是啊 一开始我也不相信猫和老鼠会在一起生活 直到亲眼目睹 我还上网查过 类似的事情有很多呢 有些动物园让有奶水的狗来喂养老虎 这只老虎长大后仍把那只狗当成自己的妈妈呢 你们家的花花可真是一只很不爱的母猫啊 没过多久 花花的猫咪孩子都长大了 阿辉将这些长大的小猫咪送给了别人 现在 猫妈妈妈花花身边 只剩下那四只小老鼠 阿辉 花花她怎么了 昨天晚上呀 她的老鼠孩子跑走了 直到现在还没回来 她这是着急了 那四只老鼠越来越大了 它们也该独立生活了 毕竟它们是老鼠 怎么可能会和一只猫一直生活呢 是啊 我想它们应该不会再回来了 花花花 回家吧 你的老鼠儿子应该不会回来了 花花还在想念她的老鼠孩子啊 是啊 过一阵子她就会好了 啊 怎么回事 难道是她的老鼠孩子回来了 天啊 这些老鼠竟然会出去 带花生回来给花花吃啊 真是不可思议啊 它们或许是想用这种方式 来报答花花的养育之恩吧 这就是猫妈妈和鼠儿子的故事 动物之间的情谊 竟然能达到如此的境界 这实在是出乎我们人类的意料啊